这位失踪阿刚廷女性的遗体 在她的丈夫家附近被发现 并且遭到焚烧过 人们要求伸张正义 28岁的塞西利亚最后的踪影出现在6月1号 当时19岁的丈夫塞萨尔前来接她 塞西利亚和她的丈夫塞萨尔 本来计划到另外一个城市求职 然而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她离开的家乡查科省 监视录影器录道 塞西利亚在6月2日的早上 抵达塞萨尔父母家中 可是却没有再离开过 将近18个小时之后 塞萨尔和她的父母离开他们的住处 并带着几个包包 当局研判里面装着的就是塞西利亚的遗体 6月27日 当局在塞萨尔家附近的河边 找到一具礁石以及焚毁的衣物 他们也在这家人家中 发现了近期焚烧过物品的痕迹 政府将塞萨尔和她的父母 以及其他至少4个人 以塞西利亚的谋杀案相关罪名拘留并且起诉 塞西利亚的家人表示 塞萨尔和她两位作为著名政治领袖的父母 试图利用他们的权利掩盖这起谋杀案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 2022年的阿根廷 每35个小时就有一名女性 因为她的性别身份而惨遭杀害 追踪almost 看看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看看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